自全軍破壞戰槌公布消息以來 無數來自這兩個經典系列的粉絲們 目不期待進一步的實機遊玩畫面與情報 如今遊戲終於公布了 第一支以實際遊戲影情所製作的宣傳影片囉 影片的主角就是戰槌系列的知名人物 原類帝國的最高統治者 塔爾法蘭茲皇帝 而未來包括了皇帝在內的許多知名角色 也將可以在遊戲中使用 並且還具備各自的特殊能力 武器和裝備以及專屬的任務故事喔 而在這支影片中 也能夠感受到透過全軍破敵 壯闊細膩的戰爭表現 搭配奇幻風格的戰槌世界 所呈現出來的全新戰場樣貌以及規則 同時也可以看到人類帝國 以及綠皮部落兩個陣營的各類型單位 除了一般兵種之外的火炮之外 像是人類帝國中知名的蒸汽坦克等單位 也在影片中登場 還有綠皮軍隊中的巨人 龐大的身軀只要普通的揮擊 就能夠造成巨大的傷害 另外還有充滿破例的魔法效果 甚至影片的最後 還可以看到英雄角色 騎著坐騎戰鬥的音姿喔 未來全軍破敵和戰槌之間 你才會激盪出什麼樣的火花呢 真的是越來越讓人期待喔